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来到台湾生活的新住民朋友越来越多了 他们不只是来到台湾落地生根 同时也把他们的文化带到台湾来 像是有很多的异国家乡美食 就呈现出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 这一集我们的多元族群分享爱非常特别 邀请到来自于缅甸的新住民朋友陈启明 他待会会来跟大家介绍缅甸的特色的美食餐饮有哪一些 另外这一集我们同样也有客座主持人 邀请来自印尼的钟丽丽 来担任我们的客座主持 那用新住民的角度带着大家深入了解更多的新住民的多元文化 首先我们就先来欢迎今天的客座主持人 来自于印尼的钟丽丽丽丽丽丽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启明好 欢迎启明 大家好 我叫陈启明 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好 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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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新二代 启明是新二代 所以先跟大家 跟我们听众朋友 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 我叫陈启明 我来自缅甸 其实我跟其他新二代 比较不太一样 是因为现在大部分 在台湾的新二代 都是在台湾长大的 我的背景比较特别 我一直都是留在 在缅甸长大 一直都是念到 就是高中大学毕业之后 后来也是因为 要服役的关系 我就回来台湾服役 回来台湾服役役 但是你在小时候 就是拿我们 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吗 是 所以必须要回来 旅行这个义务就对了 对 那这样子在缅甸 生活了多久呢 差不多十几年 对 然后后来就是 有去俄罗斯 跟新加坡留学 然后也是一样 就是毕业后 也是因为也是 役役的关系 就是回来台湾 然后服完替代役之后 一发现说 其实也可以继续留在台湾 对 继续在这边 就是发展 所以对你来说 就是第一次来台湾 就反而是回来服役役 这样算吗 还是说在之前 就有来过台湾了 其实就小时候就有来过 小时候就有来过 就是还蛮平凡的 对 只要是 那边就是放暑假 然后我就会来台湾 来台湾 就是可能就是待一两个月 然后再回去 那启明的爸爸还是妈妈是缅甸人 我爸爸是算是缅甸华侨 对 缅甸华侨 所以爸爸是缅甸华侨 然后妈妈是台湾人 然后爸爸妈妈是在台湾结婚 还是缅甸结婚 其实是在 就缅甸结婚吧 对 算是在缅甸 认识 认识的 然后在缅甸 其实先在缅甸生活 然后启明是因为 要回来台湾服役役 然后回到台湾 就回乡发展了 对 台湾也算是你的家乡 对 很优秀的新二代 谢谢 所以你是对缅甸 你跟缅甸文的话 是非常的了解 对 其实说实话 缅甸语是算是我的母语 因为毕竟是在缅甸长大的 所以我们平常 都是用缅甸文沟通 对 在家包括也是 在家也是用缅甸文 可是你中文现在讲得很好 对 非常的好 而且讲得蛮快速的 我会很惊讶 对 他的中文 缅甸语都讲得非常好 其实这个也是应该是要感谢我爸妈 因为从小 双语教学 对 而且那边也有台湾分校 所以那个时候 从小就 就是不只是要学缅甸文 也要去学英文 再来就是中文 这样子 我刚刚也听你 自我介绍的时候 说你 大学还去俄罗斯 还去了新加坡 对 所以其实启明 你很有语言天分 你真的蛮符合我们的 多元族群 这个主题 对 没错 去过那么多国家 对 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学语言 我觉得这个是要你除了有天分 要自己也要有兴趣 你也要不排斥说去接触另一种语言 然后要肯去学 因为我觉得你要接触一个新的语言 除了要多听 你多看 也要多说 对 所以启明 你也不怕开口嘛 对不对 就 应该 因为其实 说实话 小时候会比较害羞 但是后来发现是说 其实多认识 就是不同的朋友也不错 所以我慢慢慢慢 就是后来就是去慢慢去调整自己 改变自己 对 然后就是认识 就是更多的朋友 就主动去跟他们就是 来沟通这样子 对 你看现在中文讲这么好 对啊 这么流利 中文的标准 对 比较标准 好 那因为来自缅甸嘛 我们有说我们对缅甸其实蛮陌生的 那你从小就在那边生活这么久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让我们有一个想象的画面 首先天气如何呢 天气部分的话是 当然就是会跟台湾比较不太一样 毕竟是东南亚 对 所以就是比较热啦 就是 对 是一个热的国家 热的国家 但是呢 因为缅甸它其实土地还蛮大的 就是相当于就是台湾的十九倍 所以会变成是说 就是北部跟温差跟南部的温差都比较不太一样 像文的话是住在阳光 对 阳光 阳光就是还蛮大的都市哦 是不是最大城 对 是 那个是属于是热带啦 对 所以那边都是热带 对 但是北部的话它是有冬天的 还是会结冰那种还是会有 所以你在 阳光算南部嘛 对对对 所以那边的天气 其实对比现在台湾的夏天 你可能就还蛮能算适应的啦 对不对 对 只是说台湾的就是夏天 有一点就是不舒服是因为会粘粘的 粘粘的 因为台湾的湿气比较重 没错 我们都是湿热为主 然后缅甸就会比较干一点 对对对 空气的湿度的部分 那好像东南亚的地区都是会大概都这样 对都差不多 那跟印尼一样会有雨季吗 有 印尼会有雨季 你们那边会有吗 我们那边也有 其实我们那边只有三个季节 我们通常都是说雨季还有干季 再来就是凉季 对 差不多 跟印尼的天气 对 对 都是东南亚的天气 大概都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缅甸的天气 其实就跟其他大部分东南亚国家 蛮类似的 对没错 对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是讲这个 要一些比较特色的美食的部分 所以讲到缅甸 大家可能也是蛮陌生的 要我举例出 有什么缅甸都美食的话 可能一下子也想不出来 像讲到印尼 我们就会讲 沙嗲 沙嗲 黄江饭 对 但是缅甸的话 想说要吃什么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 算专家了 请民来帮我们 好好地介绍一下 那首先先讲到缅甸 吃的 我们先从口味开始说好了 大部分的食物的口味都是 也是比较偏重口味的吗 对 会辣会有椰姜吗 还是说咸 其实缅甸大部分的料理都是比较重口味 就是比较会辣会咸一点 咸一点 也比较油也比较多 所以会变成比较油腻 对 油腻一点 油腻哦 嗯 也是会 咸辣 咸辣油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 可以酸酸吗 也有酸酸的 对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东南亚的料理都是 比较偏那种 偏辣偏酸的那种味道 那对抗那种就是大家不是说炎热的天气吃日会比较消暑 才吃得下 吃得下 对 所以现在变成来到台湾我还是会一直习惯是说 不管吃什么东西都一定会加一点就是辣椒啊或是 你也蛮喜欢吃辣的 对对对 一些柠檬啊之类的对 那这样代表就是说跟东南亚的印尼跟泰国很接近了 哦对可以这么说 嗯 这个是缅甸口味 那你从小就吃这么重口味 那反而回到台湾之后你会不会觉得 就像你刚刚讲不习惯你会加一些辣椒 那你那个适应期你过了多久啊 就回来台湾生活之后 对因为台湾的会比较淡 然后蒸的东西比较多 然后比较油会比较少 烹调的方式比较多种啊 对啊 对其实我就是刚来到台湾的时候会觉得 就是比较没有味道 一开始会这么觉得 但是后来就是差不多待了半年之后发现说 其实也还好 其实蛮健康的 蛮健康 对就很注重这个健康 所以回来台湾生活反而身体变好了 对对对 真的 是 好我们现在大概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缅甸的吃东西的口味 那待会下一段回来 来跟听众朋友介绍 还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缅甸美食 休息一下再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